继续来讲我们的八幅 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至到第十节 如果有圣经的话就打开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至到第十节 而今天我们所讲的是第二幅 《马太福音》第五章四节里面说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段经文似乎跟我们说 悲伤的人是快乐的 Happy are the sad 而在有些译本里面 哀动的人有福了是译众 哀动的人有快乐了 好像听到有些不是很合逻辑 爱伤的人怎么会快乐 快乐的人怎么会哀伤 听到似乎不合逻辑 因为在中国人来说 很避畏 一些譬如 不开心的 通常大家 特别在新年的祝贺词里面 或者彼此问安的时候 都不会说 祝你伤心欲传 不会说这些什么 通常都会说 我们笑口常开 笑族闻开 喜喜羊羊 通常都是这些 很开心喜乐的 祝贺词语 甚至到鬼佬也是 别说鬼佬 对不起 甚至西人也是 别侮辱人 不好意思 惯了 西人也是 Have a nice day Have a nice day 那些都是笑哈哈 都是一些很喜乐 你不会看到 Have a nice day 接着 那个icon 也叫什么 emoji 会滴两滴眼泪出来 这些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是 你都会说 你是不是要裸景 所以 这个说话好像是 Happy and sad 好像是有些 不是很尋常 但耶稣基督说 哀动的人快乐了 哀动的人有福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快乐的方式 就是悲伤呢 In other words 英文就说 Does that mean the way to be happy is to be sad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 究竟 哀动有福了 是什么意思呢 而我们一直都认为 我们每个人过的生活 都应该要快乐的 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快快乐 但是 圣经在传道书 却是这样说 他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哭有事 笑有事 哀动有事 跳舞有事 跳舞有事 跳舞就是喜乐 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什么呢 耶稣基督说 当你悲伤的时候 上帝就会祝福你 God bless you when you grieve Why is that 是不是意味着 如果有人跟我们说 或者我们会给予此文案 给予此相交的时候 因为跟我们说 我最后觉得非常不好 有失业 有失恋 有失恨 有失恨 接着 我爸爸还死了 接着你跟他说 That's awesome 你真的有福了 我们不会这么说的 但是为什么哀动的人会有福呢 当你悲伤的时候 为什么上帝会祝福你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件事 究竟哀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哀动 The meaning of morning What does that mean 而哀动这个字在原文就叫做 Pantheon 这个希腊文 这个字是形容哀动一个最强力的用语 即是说 这个哀动是形容一个很伤心欲众 很心碎 很肝肠串断的悲痛 极度的悲痛 通常是形容一些自亲自爱的人的理性 例如在这个《畅世纪》里面 第37章的34节里面说 雅各因为听到约失的死信 而哀动 而悲哀了很多人 而另一个例子 在耶稣基督的死 在马福音第16章第10节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信 来哀动 哭入 是极度的悲哀 所以 似乎是一些很痛苦的字句 但如果我们回到原文这个字 Mon这个字 即Pantheon这个字 我们要有少少 掌握到当时 犹太人的文化 我们才对这个字有一个透切的认识 哀动 这个字有一个透切的认识 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人的一切苦难 都是来自罪恶的 包括生病在内 而生病是一个罪 即当时来说 是一种罪的记号 所以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罪恶 来认识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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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痛苦遇到的滞愈 很痛苦的经历 引起的哀悼 例如失业 贫困 战争 疾病 不是说这些人的滞愈的哀悼 或者我们看看诗篇第38章18节 都说得很清楚 他说 我要承认我的罪业 我要因我的罪 忧实 是为自己的罪业来哀悼 所以有些译本将《马太坊》第五章的词词 是这样译的 他说 这不是说哀悼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有些译本是这样译的 将这些词词 为罪恶悲伤的人多么有福 上帝要安慰他们 是为罪恶而悲伤的 有福了 所以我在这里 我的解释 或者我根据上文下理 根据整体来说 这次经文就是说上帝 在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 是为自己的罪 为自己的不配 来哀悼 所以上帝不是祝福所有哀悼的人 上帝是祝福所有为罪哀悼的人 而在后书第七章的十节 他说 因为依照神的意思 而有的忧伤 这个叫做 Godly sorrow 可以生出没有恶悔的悔改 以致得救 世俗的忧伤 他会致死 我觉得英文似乎明白多些 或者我读一读给你听 他说 Godly sorrow brings repentance that leads to salvation and leaves no regret but worldly sorrow brings death 所以Godly sorrow的意思 就是说依照神的意思 来到忧伤 以致可以带来悔改 导致得救 而且你不会外含 no regrets 但是世俗的悲伤 他会带来死亡 但是你可能问 Godly sorrow 什么叫做 依照神的意思 来到忧伤 如果依照神的意思 来到忧伤 是会带来悔改的 你会感觉到你有罪 你是愿意悔改的 但是什么叫悔改 很多中国人都说 这个人悔而不改 这就叫悔改 就是后悔而不改 有些人说他改 不后悔 就是不信 所以 悔改这个字 其实在原文是这样的意思 也在耶稣基督上文里面 第四章第十七节里面 说天国够了 你们应当悔改 悔改的意思 在这里 是叫做回转 就是说你人生在走 你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 但是因为你遇到耶稣基督 于是你看到自己有悔改 有深切的哀悼为自己的罪 于是你回转 走回在上帝所定下的旨意的道路 即是跟他说说 你要回转 回归 快到上帝面前 但是今天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自己有问题 但是不肯悔改 不肯回转 因为很多人觉得 为了自己的形象 去掩饰自己的罪 这个当然是人的原谅 很多人认为 我们现在流行的 我们叫什么 Positive Thinking 叫做积极的思想 它教导我们 如何建立自己的形象 然后就去告诉别人 我们很积极 我们正面的思想 我们是一个好人来的 我们是一个完全人 我们都算OK的人 这样就掩饰了自己很多的罪 普世很多外面是这样教的 而很多今天传福音的传道人 不好意思 我都听过很多 传福音的传道人 很多都不再说罪 特别我有时候听到一些明星 我不开名 你传福音的时候 说你如何会有一个 职信耶稣 如何会有一个积极的人生 如何由你的形象 本来你很low esteem 本来你对自己不是多 怎么说 对自己的形象 或者对自己的 image 不是那么正面的 然后他说你相信耶稣 你就不同了 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 self esteem 你就会有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不再这样做 很多时候 我最近上网 不知听到哪个传道人说了 我没笑 我忘记了梁衍城 因为我会有谁 他就不知道 我们暂且叫这位牧者 他就去到北美 一个教会 一个石教会 中营 或者去港导 有人请他来说 说完之后 他就坐下了 有些教会 最后才有报告的 访问 我们就 刚才是赵牧师 出来了 做访问 这位讲完之后 这位牧者就没有什么要做 他又不懂 那里的报告 那些人他又不懂 他没有什么要做 他就结过程序表去看看 看到程序表 也不错 这间教会 小小的都有 80-200人 也不错 200多 完之后 那位长老 就请他吃饭 这位讲完之后 这位牧者就说 咦 即是谈谈谈 这位牧者就说 挺好的 这间教会也有200多人 今天我看到 这位长老就说 不是呀 平时有这么多 是你来才有这么多 这位牧者 这位讲完就说 不是 你不要这么客气 刚才我 结过你那个程序表 上个礼拜 这里有200多人 不错呀 这位长老突然说 不是呀 是读素的 读素的 然后这个牧师说 什么呀 读素不是呀 教会有读素的吗 今天谁在这里数人呢 没有读素的 有读素的吗 我听了之后 我说 不是呀 教会有读素的 怎么可能的 这是罪恶来的 我说出一句 这位长老就说给这位牧者听 为什么读素了 他说因为早前有些不法的分子 搞训练 这位师傅走了一班人去 这位长老就说 我当然不得得情了 所以我就读素告诉你 我们这些人没有走到 还有在这里的 我听到这里 我会继续听到那边读 我觉得真的很生气 我相信 怎么会读素呢 首先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身为长老 为什么会读素呢 第三件事 我很生气 就是说 为什么一身为长老 会对罪 会很敏感的呢 我相信 他比教会 我认为长老 或者执事 或者church leader 我相信他属灵的生命 在初谈里有这么想法 怎么说也好 但是因为面子的问题 不知不觉就堕落 为了面子的问题 不知不觉 就慢慢软离神 觉得没问题 我相信这不是一朝一夕的 我们对罪的敏感程度 我相信不是突然之间 over night 你就本来有一个 不是多犯罪的人 突然变成了奸人努力 这真是慢慢 慢慢蚕食了 因为面子的问题 以致觉得读素 都没问题 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一个成熟的生命的标志 就是我们要罪恶 要对罪 要一个敏感 每一天都要增添 我们有一个 awareness of the sinfulness 这个才是 我们做基督徒 要在神面前 来哀悼 而马拉基书 是给了我们一些 很好的提示 马拉基书 那里说什么呢 如果喜欢的 大家就知道 马拉基书 旧约最后一段书 是马太福音之前 马拉基书 他说什么呢 普遍来说 这些人拨嘴 和神拨嘴 上帝说 你藐视我 他说我何时有藐视你 上帝说 你将污蔑的食物 显在我壇上 这些意思是 我会再何时污蔑你呢 我何时有 上帝说 儿子都尊敬父亲 毒人都敬畏主 我尊敬父亲 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 我尊敬主人 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 但这些意思是 博罪的 我们在何时 藐视你的名呢 我相信今天 很多人都说 没有 我来这里敬拜 我何时有藐视 上帝呢 跟这些人一样 上帝就是马拉基书说 你们将抢夺的 强腿的 有残疾的献给我 即是说 你将次货给上帝 首先这个态度上有问题 你给次货 第二 自己知道做错事 不认 因为没有问题 可能这里你会觉得 关我什么事 今天旧约就 以前旧约就要献制 现在也不需要献制 但是我记得苏永智牧师 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不用献制 但今天我们来到 上帝的殿面前 你是不是将最好的 贤美神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今天 你是不是带着 一个残疾的身躯 来敬拜呢 我知道很多人 我在苗皮特斯 负责单身小组 单身小组 然后礼拜六晚会很开心的 就会帮带 帮剧 有些拍拖就拍到 拍到通宵到达达达 接着就 很睏 起不了身 有些就没有来 有些来着 来到敬拜的时候 带着一个残疾的身躯 接着 就老实在带着敬拜 突然就 噢 这样 有些人在这里 心不在 这就是带着一个残疾的身躯 来到见上帝 我相信 我们在这里做事逢的 Rosa有预备 我有预备 Robin有预备 Jean有预备 为独仕 来敬拜的人没有预备 为什么不 礼拜六晚做这份呢 为什么不好好预备 你的心 来到见上帝呢 有些人来到 奉献的时候 接着他奉献袋 传不到里面给你 我不是说你们 对不起 千万不要以为我说你们 我只是说见过有些人 奉献袋来了 接着他开始 赢了个学班 然后整个人在等着你 慢慢赢一两元出来 你这就没有预备 你带着一个 不敬天的心 来到见上帝 但觉得没问题 我过星期都是这样的 还有听过江源 说得好不好 说得好 给了一元 说得差 一毛钱也不给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天我说 你们奉献多少 想说你好 我们奉献了才说 不能走 所以我们今天 来到见主面的时候 今天来到敬拜 有没有预备你的新生命 你都是变上帝 因为仍然带着一个残疾的身躯 像抢劫的强腿的 有病的 来到献给我们的上帝 除了为自己的罪来到哀动之后 哀动其实是一个更深层的意思 是不单止为自己的罪 更加是为世界的罪 为别人的罪来到哀哭来到哀动 在江源当的教会里面 保罗是这么说的 在江源当前书的第五章 有淫乱的事情 这样的淫乱 连外邦人当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帽 什么叫继帽 知道了不用我说了 收了他的继帽 教会的信徒应该哀动 但非但没有哀动 还说我心胸广阔 我思想开明 不要紧 收继帽就收继帽 怪不得保罗责被他们说 自公自大 并不哀动 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这样的人也有 一个哀动的人 好像保罗一样 是一个关心社会 关心国家的人 而这个时候的社会 国家很多人有问题 不单止美国 就说香港为例 我觉得今天真好 我香港也有栄沙谱 可能这个比较敏感 但不要紧 我尽量告诉你 我认识 今天香港很多人都说 要民主救国 救港 民主是一个最好的政制 我个人觉得 这么多的政制当中 似乎民主是比较好的 但是圣经讲到在耶稣的年代 同样罗马的政权 都是有问题 同样社会当中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祂是道成欲 是拯救我们 不是走政治上的道路 祂是走十架的道路 对不对 因为祂知道 要救世人的需要 不是去走政治 是要解决罪的问题 以至到祂将十字架 好贵的救恩 来给当时的人 今天也要食权 今天也需要十字架的救恩 唯有福音 我觉得才可以救到香港 救到中国 我们周围 在香港里面 如果我们回到香港 很多的罪恶当中 不要说警察 不要说警察 不要说示威者 当中 绝对有不对的地方 如果没有了福音的话 这批人 永远沉落在这个地埔里面 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 根本不会得救 所以我应该效法的就是保罗 他为骨肉之亲来哀动 他说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事上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奏造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 2-3节 保罗逼切为同胞 来吐告 甚至他愿意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甚至把自己的生命 来牺牲或失去永生的救恩 他也是愿意 但今天我们究竟有没有为中国的同胞 来哀动 而基督徒最重要的哀动 就是为失丧的灵魂 来哀动 而今天很多人 特别在北美 活在一个密质的社会主义里面 如果你打开你的Facebook 我这么说 差不多每一个Facebook 都会说他哪里吃东西 哪里好东西 然后拍摄那幅相片 是那些东西多么好吃 那些食物多么不正 我每次看到Facebook 不是每次 很多时候 不是每一次 很多时候我看到这些 这么丰富的食物之后 我有时候会有点心疼 我觉得好像在一个死囚里面 享受一个最后的晚餐 如果他得不到福音的话 所以这个光景 经常都逼使我 去为这些人祷告 为这些人传福音 因为只有哀动 才能够将一个人 去引向基督 以致得安慰 所以 我要说第二点 就是哀动的结果 就是得着安慰 为罪悲伤的人的结果 是会得着安慰 上帝要安慰他 安慰其实有两种 安慰一种是来自人 一种是来自神的 来自人的 通常是很短暂 不是说你的心不好 是得着效果通常很短暂 很肤浅 很主观 很有限 原来我这么说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在约伯记里面 当他受试炼的时候 记不记得有三个好朋友 去找他 约伯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 神来的安慰反叫人受罚 即是你的心是好的 但你令人好气 大卫也这么说 我只望有人看出我 却没有一个 我只望有人安慰我 却找不着一个 这是诗篇的六十九篇的二十节 可以看到人的安慰是不能够解决人的内心的问题 唯有从神而来的安慰 因为对着受苦的人来说 基督的福音才能够令他突着安慰的唯一的依靠 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他动成肉身 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就是要叫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差遣衣好伤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赐华观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 喜乐的游代替悲哀 赞美的衣代替忧伤之力 这个就是在旧语里面 二长雅书的六十一章的一字三字 很清楚讲了耶稣基督的使命 而唯有上帝所应许的 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传给我们我们才会得到安慰 或者再具体一点 就是说上帝所有的应许 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的救恩里面 已经在重价买回来 换句话说 只有十字架 才能够为哀动的人感到安慰 所以祝福不是来自哀动 这幅是来自哀动背后上帝的那个宽恕 如果没有上帝的宽恕 我们纵然如何哀动 都是没用的 所以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耶稣基督是愿意宽恕 只要我们为罪哀动 祂就愿意安慰我们 而另外我想讲一讲就是 安慰这个字 希腊文叫Para Para 两个字合拼 Para是同在 我经常都听到 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Kaleo 这个字是呼召 换句话说 当一个人哀动的时候 上帝是呼召一个哀动的人 与他同在 让他得到上帝同在的安慰 God's presence 上帝的同在 即是好像一个在哀的小孩 他妈妈就叫他 过来妈妈那儿 呼召他过来 当他来到妈妈那儿 有他妈妈的同在 他就得到安慰 这个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同在 是很重要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洋风上说 我要求父 父在你爱此一位保卫师 一个叫做Comforter 这个叫做安慰者 叫他永远与你同在 因为耶稣要回到天家 上帝就叫一位安慰者 这个就叫圣灵 来与我们同在 而圣灵就叫Paraaclet 就是由Paraaclet 他变成一个名词 是一个安慰者 是一个护慰者 亦有些是亦作一个counselor 大家不知道什么叫counselor counselor就是那些辅导员 他最主要是听你说话 做counselor 他去辅导你 去坚立你 去指导你 去教导你 最主要是去帮助你 给你安慰 给你平安 给你喜乐 所以圣灵来到 另外一节 在药方中说 是要为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这里是无合本的 可能大家都不明白 这句话说什么 或者我们看看新译本 在药方的十六章 第八节 这个可能会容易明白 那新译本是说什么呢 新译本是这样译法的 他来了 圣灵来了 就要在罪 在意 在审判 各方面 指证世人的罪 原来圣灵来到 是要指证世人的罪 换句话说 当圣灵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圣灵住在你的心 他会提醒你 也会指出你的罪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不知道有罪 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你不可以用这个借口 因为圣灵会提醒你 他会指证你 他会当然 也会给你安慰 但最主要是让你对罪 有一个敏感度 好了 你可能说 耶稣走了 只剩下圣灵 耶稣就不理我们了 并不是这样 耶稣升了天后 他不只是在天堂里享福 在《药独福音》第十四章 十二节到十四节说 我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就必成就 叫父恩义子得荣耀 这个是重要的 你们若奉我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很安慰 原来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 耶稣基督是会为我们祷告的 每次我们和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 上的耶稣基督是会成就的 是不是很安慰 在我们做基督徒 当我们遇到为罪哀动的时候 我们有圣灵安慰 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 还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祷告 虽然是这样 我也想提醒大家 可能有时终于是这样 但有时可能我们的安慰 未必是今天 也未必是明天 为什么呢 因为始终我们在这里 是地上的 我们有一天都要 go home 回到家 才能够得着 一个我叫做complete 怎么说呢 一个完全的祝福 一个complete 的blessing 所以在启示录的 有一章四字 说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吐腾痛 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 他说 当耶稣再来 我们要回天家的时候 神就会拆去我们一切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号 而我们为神 为罪 所留的眼泪 神必定会纪念 必定会安慰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让我继续在 事宫里面 继续press on 继续为主 来对事丰 因为将来里面 神会拆开我们一切眼泪 也是因为这样 让我知道在世间里面 有很多失丧的灵魂 有很多安慰不尽的痛苦的心灵 等着我们的安慰 等着耶稣基督的安慰 等着他听福音 让我们靠主来继续努力 让我们能够靠主特力 令人威主 让他们得着福音的安慰 而最后 可能听了 我们知道哀动的意义 我们也知道哀动的结果 那我们如何哀动呢? 效果 如何成为一个 godly honor 如何依照上帝的意思 来哀动呢? 我最近无意中看到 《施以来》 一个台湾作者的书 他是牧师的儿子 也是一位医生 他说 Happy 大家记得 有福 即是有快乐 也就是这样译的 他就再让我看一看快乐的定义 以及如何去抓住happy 快乐 happy 这个字大家懂得 h-a-p-p-p-y 是吧? 施以6 就是happy h 第一个可能代表 盼望 hope 当我们哀动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盼望 一个人可以失望 但不可以绝望 如果整天都跟自己说 我们玩完了 game over 我们整天都会陷入一个悲哀的死胡同里面 这个应该 我们事上也要有盼望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 第二个ha A action 行动 在我们悲哀的时候 在我们哀动的时候 我们更加要加赔努力 更加要突破 更加要超越眼前的哀动 接着p pray 我们要祷告 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哀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祷告 也要邀请上帝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得到神的帮助 h-a-p 接着p patience 引来 无论困局是怎样的不如意 我们不应该要法事 或者不应该迁路 因为最重要的patience是训练我们的韧性 不是训练我们的任性 对不对 最后是h-a-p-p-y 这个就是yarn 渴望 我们要渴望神的话语 我们要紧守每一天读经灵修的好习惯 我们要知道 上帝很多时候是通过他的话语 通过圣经来安慰我们 来指导我们 所以如果我要再一次 来 summarize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们要积极去盼望 有行动 要祷告 要忍耐 要喝无神的话语 这样我们就会得着安慰 得着祝福 我们要记住 happy h-a-p-p-y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和菌回来 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兴 今天我们要来带走 我们要来带走